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漫威《复仇者联盟》,《无限之战》,《复仇者3》,堪称十周年高潮,影迷除了不断在票房上为该片创下记录,也有不少人入戏极深。 尤其片中饰演星爵的克里斯普莱特变成为众世之地,IG更被愤怒影迷惯报,他今,十一,天夜终于在IG告笑谢罪。 以下有部分剧情讨论,有雷有雷有雷,在《复仇者联盟》,《无限之战》中,星爵和其他几位英雄联手压制大反派萨诺斯,他帅气地强调这是他的计划,但他回过神后才惊觉一个残酷真相,顿时失去理智怒打萨诺斯,但也因此让萨诺斯有机会挣脱,造成计划失败,甚至直接倒向可怕的结果。 因此成为猪队友,不少粉丝看完电影都对于星爵的鲁莽行为感到愤怒,开始到克里斯普莱特的IG回应,包括,《无限手套》已经从他手上拿下了,你为何要这样做? 奎尔,星爵本明,你为何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,只要天杀的一分钟? 因为你,复仇者联盟输了,更只要一有机会就回应他的贴文,像是他PO出掉鱼罩,就有人回他,把那条鱼推进你的屁股里,还有人回许多人因你而死。 克里斯普莱特今天也在IG现实动态中针对此事做连续回应,他表示,我知道你们对星爵很火大,因为最后发生的事情,那么,我想我只能,复仇者联盟。 无限之战节自昨、时、日,全台票房已达5.3亿台币,全球票房目前高达12.5亿美金,约台币371.35亿元。 另一大票仓中国已于今天正式上映,金陵晨上的午夜场,立刻刷新漫威在当地的午夜场记录,首日票房自写稿前已高达3.7亿亿人民币,约台币17.3亿元,预计将会为全球票房注入更高的数字。 克里斯普莱特饰演的星爵因复仇者联盟,无限之战被粉丝怪罪。 翻射自YouTube,克里斯普莱特在IG放上两个星爵的公仔合照,姿势又玄机。 翻射IG,克里斯普莱特说要X自己。 翻射IG。